装飞 弟弟 回去吧 我跟那个小东西不一样 嗯 还要得小小的 还挺好 还挺可爱的 几恭喜 恭喜 我哥就要替我 我就赶紧班外跑 然后我再去 你也关门 找上位子 来来来 啊哇开始了 你等我进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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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OK了 好来 放心啊 哎哎哎哎 行李也挺搞笑的 他算是会爱安排的人 我发现了 给大家讲一下 前行题要就是 我们去衡阳录节目 大家就问我想吃什么 我呢又在网上查 又看很多网友推荐 当地有一家 叫做定师傅烧烤 我说那就吃这个吧 殊不知他们 前一天晚上 已经安排好 有一个礼拜满 礼拜满烧烤 那就没辙了 我 你是没辙吗 你在车 你在车上 我就只有 互相念对方店铺的差评 热门榜第一名 那你都不去 这必好吃 手机都想吃了 我那网红小烧烤 你搜 排第四 排第四 你给自己辣椒 我跟郭琪的两个人咔咔念 总评价他那家店就400多条 我那3000多条4000多条 衡阳的那些观众 等我们的时候 都在定师傅门口等的 我们一个拐弯 去了礼拜 他们都没想到 但这个件事 整个这件事 受伤的只有定师傅 他又没有被去 他的差评也念了 差评 我还以为 真能吃到那个定师傅 但是也挺搞笑的 你挺厉害 我挺爱跟你们俩 你们俩这儿有一个 对 一个正好俩 你俩的话 我们还得投票 就挺麻烦 你们也没投票啊 问题是 对 我俩不没投吗 投票啊 但我们夹在中间很难做 你唯一做的事就是什么 别吵了你们 不是 是因为这样 我倒不是难做 不是 这俩吧 我还都想去 因为你提出他 提出 哎 有时候都不错 只能选一个 我就挺难受 我还不如没有选择 就告我就去这地方 我就挺高兴 就是你如果不知道有那个 你也就认了 对 你赶紧再讲 那天你走了 我们四个回酒店喝酒 没有开瓶器 那天是买了啤酒 那个 郭麒麟 霸薰 雪姓我们四个 他拎的那种啤酒来 那种老啤酒瓶 没有开瓶器 就没有那个起子 没有 然后我就打电话 给那个酒店 我说 你好 能送一下开瓶器吗 开啤酒的开瓶器 不好意思 现在没有开瓶器了 因为现在是晚上了 晚上仓库没有人 没有开瓶器 我都开过 我也有犯到过这种情况 我们说咋办呢 一群人就开始在网上搜 各种方式 如何用打火机 然后又用这个桌角开 开不了 最后 最后 我说迪哥 你迪哥不是有那个指甲刀吗 对我就把我指甲刀拿来了 连开四瓶 然后四瓶开完以后 听到了门口 叮咚 就有人来送开瓶器了 四瓶都开完 他来送开瓶器 你好 送开瓶器 我就拿了 拿来以后 我就走过来 他们几个 我说 开瓶器来了 我一拿出来 红酒的开瓶器 转的那种 纯转的 然后 最后你们都走 我还跟郭晴林两人 整到三点 太荒谬了 发来伏去就这些综艺 就这些人 对 那天咱们在群里边 还研究 就是我们撒那个群 就是说几乎把所有类型的综艺 都录过了 就如果我撒所有的综艺 放一起的话 你说是彭总 对吧 燕总 演员的 真人秀 竞技的 做饭的 旅行的 来回就这些 不过信你能录的更多 他真是录过不少 推理的 对 他老能录了 你们这个不马上 今天不官宣了吗 是 好像 过两天就播了吗 也是本来没想到这么快 那天你看中了 那个剪的那个了吧 我看中了 真素啊 那个是 不是 反正没加画字啥的 都没调色的 我说那个大家的状态 是 因为你在那个情况下 你看没那么素 素 就是你在镜头里看 也太素了 也素 咱也素 但挺好 但挺好 太素了 但是 我不知道那个他会用多少 没事 你用一下 和用一小时没有区别了 对吧 你漏五分钟和漏半个小时 他都大馆也都看见了 之前我们上一个民宿厕所还有二楼的厕所没有门 那咋整呢 所有人都到一楼来用 中间只有郭杰林勇敢地洗了两次灶在那儿 那不饿出去了 就躲着洗 反正好像 一般都不知道 素材肯定是有 从业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 难 我在那个景点 想惩罚自己 那天郭杰林还说呢 他就说 哎 盲目没想到你在这节目 这么放手 你还挺真实的 我想说 啊 我什么时候不真实 我说他 我说不应 我想他说 他是不是侧面在提醒我 我有时候说的东西 这个时候我就想说 原来不应该 应该这样或者是 应该 那你说干啥去了 也不是 他那意思就是超出于他想象中的那个真实 对 我在真人秀环境里特别容易放松警惕 那情绪来的还快呢 妈 就是 铺垫呢 现在在这儿 什么情绪啊 学琴 哪个节目 你重点想说 哎 有时候也注意不到 慌高兴了 而且时间太长 从早上拍到晚上 根本装不了那么长时间 我这猫穴腕都能提时机筋都能装住 那个真不行 但是你不是跟郭麒麟特首吗 你们都跟郭麒麟特首 郭麒麟那种笑点那么高的人 有时候 他有时候也乐 也乐 下次那个假装太险的给他乐吧 他的点也很怪 我知道 但是正常那种有时候给他讲 他不行 对吧 你准备好的他不行 对 他喜欢那种你现挂的 因为他爸爸是郭特刚 那平时家也得 那你们怎么准备好 我今天给你讲一个笑话 看你乐不乐 就是你最近遇见一个特可乐的事 我觉得这是挺可乐 完了你就想给他讲一讲 你看这个他乐不乐 你给他讲过吗 我没给他讲过 就是刚才我很自然的一个笑话 就是我编的 就是我爸说他 薛里红那个 对 就类似来加一头 不是我编的 然后是那个 怎么有没有一句真话 我只是想说就类似 比如说我们变了一个类似这样的 你只是加工了 对 然后给他发展一下 我是觉得他有很多的戏 他不是那么太严肃 温情的成分比较多 因为第一期 虽然他对凡思者恨点不成功 但也不用全篇都是糊着脸 他心里有爱的 可是人你得表达出来也行吧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集当中 其实我跟范思哲 我跟郭吉林这游记长戏 挺有意思的 吻情 一种感动 把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东西表露出来 我觉得挺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范健 他身上的那个幽默的地方 又挖掘出很多出来 你得好玩吗 这戏都那么好玩 我儿子又那么好玩 范思哲 他说我轻生的 咱们得遗传一点范健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人物在第二集可能更立体丰满了 更有血有肉 我觉得最好玩的一场戏是什么呢 我们在一块吃饭 就说起来了 这个我哥这个婚礼 这咱怎么请人哪 咱家那么小也不是在皇宫里办 那么就有选择的就请人吧 就饭思哲起了 不不不不 这多好的一财路啊 他下了很多招 然后后来又开始嘴条了 我嫂子 你跟我哥 一年以后再离 离了以后再合 然后又举办一婚礼 这钱就赚多了 我们所有人全傻了看着他 真好玩的 我觉得长大好多 我觉得是从客方面 一个咱们首先 咱们是来工作来演戏的 郭契林呢 五年以后 我发现他戏稳当了很多很多 他也会经常出点点 就是说 爹 这那个戏 你看咱这样演是不是能够好 我说行啊 咱试试试看 一试果然好 我觉得这是都是他们的进步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好的东西 你看这俩儿子 演戏有时候是一种质感 没有说设计的什么技巧 我对这个戏的感受 对这个事物的感受是这样 我质感就是这样 然后我一听一接受 我觉得肯定就这个舒服啊 咱就按这个来 所以他们出的点子都特别好 这边是大 这边是钱 赚大钱 这也是我在第二季当中的使命 也是我对大家的这个一个美好处愿 看剧就能站到我们范子女的超强排气 大家一起赚大钱发大财啊 谁的恋爱都有别人 羡慕的身材 太学私业兼太长寺少青兼全领内裤运使司正使兼监察院提司兼巡抚江南路钦差大人小贩大人范贤归庭 哇 吃的是羊肉 但是我吃的还真觉得挺香 没那么大身味 你怎么做 你想知道怎么做的吗 你帮我学一个那个抖音的仙亲 哪个叫 啊 地中中中的 然后一样 第二季肯定都是成长了 然后 后个人 8月 嘿嘿嘿 这是在一个什么的环境下说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接话 哦 这就感觉到挺张张的 这是私伙的消息 都是私伙的消息 呀笔 啾啾啾啾啾 呀笔 啾啾啾啾 你再问一下那个话题 小贩大人再问一下 呃 就是 亲亲这次有什么这个 就是 说的让别人听不懂话吗 呀笔 啾啾啾 我会让他立起来 下面插了一个竹签 哦 哎 要点了 哈哈哈哈 我听不了了 我会让人来 好 可包可包 来 感谢 感谢三位 好 可以 放一下 谢谢 谢谢 妈妈妈妈妈 都别说了 要明感谢三位 给我们带了这个 诗诀正面 他还想提案我们 味觉正面的朋友们 我 我 我 臣服你 我 我 给你 不懂的 不懂的 我 你给你 我怎么做 莫老师 刚才收拾一堆破烂 你看 你有没有啥想要的 可以拿走 大南瓜 大南瓜 你家要不要 怎么回 我收破烂来了 这大南瓜不错 可以再利用 这你们干啥 惯圣洁 反正就是一些装饰吧 修片的时候 就来那个啥子 这一箱装挺好的 你别动它了 那你能拿走包 我都带 打包带走 那不行 这就都钱 我能看看 看看你家吗 你看看 你随便看 你看 这家不爱穿拖鞋 哎呦 这这行啊 这个 还有好些生鲜的 吃 吃 这不能直接吃 啃个西红柿 哎皮吧 这皮皮 许吃吗 许吃 许吃 都吃 让吃个皮吧 反正你去一个 少一个 皮吧 可以啊 吃呗 像草莓 大蒜吃的 拿点包 大蒜莓 就着吃 吃点心 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休闲啊 咱们就 郭老师 你自己 有点流程 歇会儿 怎么你们这么着急啊 我来之前 我还寻思呢 我说咱们这节目不会很快就录完了吧 很快就录了 哈哈哈哈 三两句你就离去了 是吗 这个 我就是一个 花絮 走吧 上座吧 上座 好久不见了呀 还真是啊 我跟毛老师呢 你俩应该 他生日前 前一天 那九月底嘛 我忘了是啥事了 我就那个 宁波那戏 沙青回北京 就一天 然后回来跟 毛老师 约毛老师出去 前座一下 太久没假了 还出去做的 嗯 说 之前我们就是他 有个朋友开的餐厅 然后就去的时候 很僻静的那个地方 跟聊聊天 然后门口忽然开了一个 创意集市 你不知道为啥 对 为啥没随 在家做呢 不爱在家 郭老师 爱出去 待不住 不羁 去你家 去哪家 去你家 他家 可是我家有什么鬼 我还没家现在 我那家都没有 你现在是不住北京吗 我住 我就搬家呢 都没搬着呢 这么 你搬正好那个 我原来也想了 这个 请个人 报告卷 搬家公司 不是 那东西他 搬家公司得是 你知道你要搬走什么 他能给你搬走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哪些东西 不想要了啥的 就我得需要一个熟悉的人 他能决定 这东西我就不要了 这么多东西 衣服啥的吗 我之前请搬家公司 我没跟他说怎么搬 反正他就自动给我搬 后来把 街坊家柜都给我搬 可以吗 这样 可以 不是 那有楼道嘛 好多时候就一出电梯 人家搁那儿就都那啥 然后他把人家柜都给我搬走 我说 这不是我 他没见过 你找搬家公司 他就是能给你远不不动的 全搬过去 就说垃圾都给搬过去 就没有断舍离的过程了 而且断舍离 感觉得俩人 俩人整 就有商量 你自己一会儿很难断舍离 就觉得 感觉哪个都有用 要不就搁这吧 我家那沙发上的衣服 从那儿堆到这儿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 我认识离一大帮朋友 都开始做自己的服装品牌 然后每个人给你寄 就拿你家当仓库一样 可能他家 你们得设计了好多朋友 而且都很热情 那衣服一箱一箱 我觉得仓库没得 我哪天微口打电话 您那那货还有吗 要不给我们再寄回来点 很感谢大家 我都一年没买衣服 我一年不买衣服 我也是 我就是谁给我寄 我就穿谁衣服 对对对 我也是 我特别好 我觉得 完了他们老上新呢 老上新就给咱寄 寄完我就出来了 但我家放衣服的地方很小 就没有地方放那么多衣服 就我觉得衣服是最难收的 其他的吧 零零碎碎的 你就 衣服总不舍得扔着 衣服总觉得还能穿 我有一件衣服 我都穿起球了 然后白眼说你扔不扔 我说但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对我也是前两天刚扔了几件打底衫 都穿变色的吧 那个打底衫洗的都这么老长 那是2015年买的 都已经这么老长了 我前两天终于把它扔了 但我在扔这些我还想 我还会想要不当麻布吧 那你家有麻布 我家有麻布 就是我跟你讲 麻布这件事就是 你一定会想 这个当麻布吧 那个当麻布吧 最后你还是买几块麻布 对啊 人家专业对口 正经干麻布的就当麻布 反正我就不舍得 然后包括以前那个短裤什么的 但我觉得就是比如说 就像秋一那玩的 就是穿旧了可以拿玩盘串 盘串 拿秋一盘串 我俩没串 不是我因为我看过他们 就盘串平时 还有拿搓脑巾 搓脑巾里头 搓脑巾里头 然后就没事就揉 搓手套里头 搓那盘串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你已经开始盘了吗 也没有 就人家送我 送我吧 反正我就搁我那餐桌边上 就是有时候穿完饭 闲没事吧 拿摸两下 而且那玩不是说 越有油越好吗 有时候早上洗脸没洗脸 就蹭鼓蹭鼓搓脑 你已经开始就是 到这个年纪了吗 已经开始 那倒也不 我回去把他们争了 我会把这串都搅开 给那猪子撸起来都 太可气了 我跟你讲 人虽然说嘴上不在意 但他背后一定会 谁忘了我的生日 但我是这样的 我拜年的时候 我过年拜年 比如咱工作当时 认识一些长辈啥的 我会拜年 我也不会编一大套 我就写一名名 什么是某某老师 某某叔叔 某某阿姨啥的 然后后边什么祝您 反正新春快乐 给您拜年过年好 反正就每年都编字迷一段话 我通常是我今年给您拜年 您要没理我 我明天就不给您拜 我觉得拜年 这一定压力真的 但拜年你不用卡上那个点 对 因为我是从 三十的下午我就开始 但不应该 不应该三十拜年 你按理说是初一吗 对啊初一拜年 你是这样 您上次张老师跟我说的 我刚刚老师 他有一个故隶 他老人家就是 他说三十给长辈 初一给 平辈 类似 然后初二给一些晚辈 看看谁没给他拜年 他就点点点 因为我被张老师点过嘛 所以我每年就 初二就专门给你发学习 决心过得怎么样呢 因为我没给他拜年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半年的习惯 小心眼子 请三位回答另外两个朋友谁更重要 坏笑 来吧 依次回答吧 毛老师 你先来 我跟其他谁更重要 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觉得我自己 甚至都没有那么重要 咱俩云云吧 就每个人都说 说一个保证三个人 每人都能说的 行 我说郭麒麟吧 那你说 那我说毛老师 然后我让雪芹轮空 你也说我吧 雪芹 雪芹比毛毛更重要 毛毛比郭麒麟更重要 郭麒麟比的确更重要 咱俩好无聊 咱俩 其实都不打动 其实 其实都不是 都没有我心重要 我爱她打电话 其实是 我来一个 诚心跳 看看 问我还去桃花屋吗 我去 她说雪芹今天还上桃花屋吗 这个节目你最想看到谁 我当然就想看到郭麒麟了 下一个问题 你那个问题是什么 我这个是 你本人知道大碑大喜组合吗 什么意思 大碑大喜组合 说我呢 问我呢 大碑大喜组合 我不知道 大碑大喜是啥 是我和刘雨宁吗 就说我俩唱的那个 OST 都是风格比较 哦 不一样 对 对 有一次我俩活动做一起了 你跟宁哥 嗯 请评价一下这个组合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很好 希望那个宁哥 这个得空来帮冤枉做客 是 咱们这个节目组啊 这个访问访问的非常的复杂 然后呢 就是这个愿望 就好像咱们这期主题就是愿望 你也知道我 我对愿望的理解 我就死活想不出来 然后他每天都问我 给我都逼的不行了 我说我真不知道有啥愿望 后来想来想去呢 我一琢磨 我说行 那就想今天那个想干一事吧 就跟你想学会开车一样 我想学乐器这件事呢 我大认识毛老师的时候 我跟毛老师说了 后来买乐器的吗 人家送的 买啥 学啥呀 我很早很早之前呢 那个想学古琴 哦 那会觉得这东西你看 是吧 文人风古这玩意儿是吧 浮浮琴是吧 搁这儿一弹 后来呢确实太难学了 而且太疼了 我发现我这个 这思险类的吧 这玩意儿 你可以学杨琴 登登登登 你也不疼 哎呀 是 那差不多 那杨琴那玩意儿大呀 是吧 他给弄了 这不太好 没事出门待一样 而且我那会儿吧 还想就是说能表演当中使用 啊 然后我那会儿就有了 这萌生一想法 然后人家 一个前辈一叔叔 我问他 我也没没想找人要 我说您那个 您学音乐老前辈 音乐界老前辈 您能那个帮我找着吗 他说行行行 他要帮我问 问有一谁 也是一个前辈 人前辈说 哎呀 行吧 那送你一个吧 你看 我还怪不好意思 我说行吧 地址是什么什么 今年的乐吧 把他学会了 沉默了 咱不是有那个吗 卡索迪 我还没玩过 啥叫卡索迪 你来吧 长什么模式 在这边吗 嘟嘟嘟的 嘟嘟 没想着吗 没有卡索迪 哪有卡索迪啊 但是哪个是卡索迪 我不认得 像这个 这个呀 这是个乐器啊 是 这吹哪头啊 这头吧 肯定吹这头啊 哼 你骗谁 这玩意真能吹吹动吗 他不是 他就是嘟嘟的 你得说话 反了吧 这边吧 能吗 那边有线 这像听诊器 你这用他 就是声带的震动 嗯 哦 哦 这样哦 嗯 嗯 嗯 那怎么呢 就哼哼歌 他就可以有音色 嗯 嗯 嗯 往哪吹啊 就放在嘴里啊 就 舍戈里含着说话就完了 嗯 hey 嗯 嗯 这能咋的呀 哈哈 捧捧歌 你们唱歌啊 歌唱啊 这个算的意思了 算一个旋律乐器 你就在那边弹几摊 把它挂脖子上 忽然想有个尖奏什么的 哈哈 有有这样的你不要笑 真有 是我勾勒管门的 你吹一首歌给我们欣赏一下 吹一个啥歌 毛雪旺主题曲 谢谢 谢谢 别吹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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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雪芹的歌 是吗 我想带着 她说国际里还有歌呢 我想想怎么着 不行 这个音色真不行 不太好听 还不如你又嘴横呢 这有点那个 就有点那个沧桑的感觉 有点闹听 对 就蛮劣质的 我觉得太劣质了主要 对 有那好的 大塑料的 钻石做的 啥 非常劣质 我觉得可以很清晰 为啥呢 为什么呢 大塑料你也可以 咱今天跟我说话怎么样 可以了 观众就得换台 立刻就得换台 不玩了 拿走吧 这么意思 是我都说了完 我肯定拿走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节目每次嘉宾来之前都会填一个问卷 对 导演组说郭老师这个问卷填的 很叛逆 然后说让我们第一次让我们来猜一下郭老师是怎么回答这个问卷的 这样我们俩也知道这个问卷都问了什么 来 觉得最近最值得一吹的事情是什么 我俩能知道吗 其实我今来的时候就这个事件听上去没什么 但我觉得放我身上挺值得一吹的 工作上的 拍了一场难度很大的戏之类的 应该不会 那太官方了 太官方了 而且那也不知道一吹 拍戏拍得多 拍难度大的戏太多了 每次都完美演绎 怎么说你不会是吹捧我们吧 也没有 这我俩能知道吗 能想到吗 我进屋就说了 刚才咱们还一会盘这事来着 还分析来着 有吗 演出啊 进屋就说了 没有啊 算了 我看你俩最老期待 一会我说一下 就这 对 你千万别把这吊这么高 对对不吊这么高 其实没啥大事 请看 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值得一值的 因为我特别懒 我知道很多演员特别厉害 人家就恨不得三年 三十六个月一直在剧组 我是完全接受不了 但你现在也没少拍 我就拍了俩电视剧 头开始我接近人跟我说 说那个 咱别连续进组了吧 就是怕对你那个啥那个 就得不到好的修理 我说没事可以 没问题 他说我对你比较了解 我说我对我自己还不了解吗 我说肯定没问题 然后第二个戏拍了一半的时候 不想连续这么长时间干活了 这个演员这工作不就是观察生活 然后再去表现吗 你上哪你不观察 您在组里 你还说人刚才一个戏 三十六个月 说谁呢 谁啊 这十月情吗 他最近反正没闲 但我可没有 对我连续进组 我也没有连续 比你戏的 然后你一个戏时间就那么老长 对啊天天的 就我觉得会疲劳 除了本职工作以外 你觉得自己最拿得出的 才艺和技能是什么 才艺 开车做饭 哼 他拿不出手了 喝酒酒量大 挖耳朵 这给自己挖耳给别人挖 底豆 打羽毛球 踩球 我也忘了 看啥呀 斗地主 他拿不出手了 谁家 穿衣服去 秋衣扎到秋裤里 秋裤扎袜子 我也是 你这算什么技能 就是说 我这个大笔也必须得扎到裤子里头 就是我会感觉这样很踏实 就是他保护了我的肚脐眼 嗯 要不然又会拉锡 哇哇 你看他说啥 你看 即使在最叛逆的青春期 也没有因为风度而不穿秋裤吗 那个 哎我刚才想说啥来 我拍戏的时候 因为天天不穿自己衣裳嘛 天天穿祖服嘛 就是足利人家聚中人物的衣服嘛 所以其实你除了内裤要自己 就自己回洗 别的都不用 然后我为了绳不洗袜子 我就天天穿拖鞋去 后来 对后来太冷了 实在是不行 再不穿袜子 脚痘我冻不掉了 我天天穿拖鞋 对 穿拖鞋 你最想从事第二职业是什么 司机 开车 开车 你们老被绕的这 厨师 挖掘机 哪家家 什么男的都 都提完 挖掘机吗 挖机 挖机机吧 那天 我送毛毛回家 那小鞋蒙狗 有一个大挖掘机 跟他施工的 我说毛毛快 你们单位接铃来了 经纪人 经纪人 但当经纪人应该挺有意思的 你适合当经纪人 我想想 还行 经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沟通 我现在觉得沟通 其实是各行各业 最重要的一个 咋说呢 我就发现 因为我 我先说一个我最大的 这个缺点 我是特别不爱拍照片的一人 我也是 我也是 我特别烦 尤其要是进棚拍 我也是 你要说拍竞装照 什么还好点 然后我就发现 那些个优秀的摄影师 其实他就是沟通 就是那些个特别厉害的杂志 人们请的那个摄影师 他对你永远都是赞美 对 现在我感觉好多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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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就是这 真好 我太会拍了你 然后要是 你稍微那个差一点的人 就是来再摆这个 来个块 你再想想再做不做 他老子 但是你定期还是得拍呀 你唱歌或者参加个什么 活动 活动 很多人的那种活动 我知道 那肯定要拍呀 我有段时间也不拍 后来就被说了 啊 它一样 大家工作兴致不上 那你当不了军戟人 太老心理剧 哈哈哈 行 行 行行行 可以了 除了本职工作以外 你觉得自己最拿的出的 才艺和技能是什么 你们先去 我是我有什么 绝活 丧绝活 才艺 前滚翻 这就不展示了 这个 你要是你这个你要问我的话 我就是会什么 玩剧本上 对呀 剧本上推理呀 剧本上大拿 战场推理呀 大拿 这就是大拿 绝对 我没跟选先玩过剧本上 太压了 真的 你还爱玩吗 我还行 他挺爱玩的 他比我玩得早 对 我们玩剧本上 太有意 太逗了 我们那个 等于社会那帮人 真的 反正就是 因为每个人都在说瞎话 就是所有人都愣骗 你知道吗 就你 你知道他骗 他也就硬骗 他就是愣骗 俩人对暗号 那个就编 就是 你给我说一个上劲 我虽然不知道下劲是什么 反正我就想把折给你对上 我就瞎给你编一个 你愣鞭哪能对吗 咱俩一看就不是一波 然后不行就愣那啥 我们那会儿玩那 但他说不定他知道他也愣鞭 那不纯捣乱腾玩 有这种人 也有这样 我反正一般 六个小时本 我们至少得玩十个小时 因为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了互相的说瞎话试探 最独特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最独特的 不独特 早睡早起 我太独特了 我很迷人 这么一说突然感觉 出去之后 看见喜欢 看见喜欢的女生就跟他说 我这人 早睡早起 特别吧 我太独特了 一下子觉得 太迷人了 他最独特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乱中有序 你的朋友圈子 最有趣的三位圈那好友是 不能有咱俩吧 不能有咱俩 咱俩的话 那就是太虚伪 三位吧 都找不出第三位 太虚伪 圆榜 第三个是 你在里边有打戏 你有没有打戏 但大哥确实有这种兴趣 他特愿意 他不是愿意 看在这篇片里教你 对 大哥就天天考我 就在跟这做 别人都玩的 说大哥的 对 哎毛病 拿啥 什么 就他随便拿什么 打户机 类似于啥的 就类似于让你 哎毛病 是吧 我就 哎哎哎 我就跟打排球似的 再听上哭了半天 也没接着 还行 大哥人实话实讲 我觉得 这就对晚辈吧 我觉得他对谁态度都是一样 这个特别的 我觉得值得尊敬 就丈母娘看女婿吧 就咋子子好 主要是老丈人对吧 老丈人 那肯定不对 对对对对 同性之间可能他是有那个 就像婆婆和媳妇 婆媳 对 我姐夫在我家就是 他很标准的一个女婿 嗯 就是他话也不多 因为他男 男方子那个人 他跟他说话 也和我们不像那么快 那他就干活 啊 就就傻干活 就守勤快点 哎呀 哦那确实 我我我我 其实我也想过这种事情了 就是在 当孤业的时候 杀人老丈干的家 就干活吧 就 少说话 对呀 多干活 给老丈人喝酒 喝酒 倒茶 散烟 啊啊啊 倒茶散烟这我没想到 这 得吧 老丈人抽烟 你火就得点上吧 你看他家 老丈人举杯 你酒都得倒上吧 那可 老丈人抬手 你茶就得去 嗯 老丈人要服 你得点泡不 你说说 点泡 老丈人一上厅 你这泡就得点上不 那不都得这样吗 用他呀 我觉得 也太过分了 这这 你这不是 演女婿现在很很 很那个啥吗 还真是啊 女婿的气质 女婿是什么气质 啥干活 女婿就比 姐夫啊 或者是什么 哥呀那种 那那不一样 姐夫跟哥那能一样吗 不是你 女婿 我觉得是可能 是不是因为你这个人 因为非常 非常讨喜 特别适合放在一个 家庭关系里 他特别适合 展现一种 家庭关系 他从中进行那种 协调和 就是拢 拢一拢的 这个 这个 我不太演那个 我不理解的角色 我觉得女婿 尤其是儿子 这种这种人物吧 我觉得生活当中 比较常见 而且越是这样的人物吧 你看他 他这个 在这个家庭当中 他的地位不太高 就总被欺负的人 你才会觉得他有意思嘛 然后他在做些什么事 你才会觉得 这东西有点意想不到 你天天在家 他当演老佛爷 你就 他没得可演啊 一个演员 可能他适合的角色 也没几个 就 在不同时期啊 对吧 我在这个时期 可能就适合这几种人物 我倒不觉得这是 细路宽细路展 人家找你 肯定也是你像 这个角色 对啊 你演嘛 首先第一点 人家先像 这人物 我再找人 人家长得 就跟这事没关系 人家不是那样 人家让我 天天演一个 我是啥 你刚才那是什么 就是有点 就端着那个 拿着劲那样的 我也受不了 我也不接受那种 我看不懂 你们觉得 一般啥时候 就觉得 这期节目 挺有意思 挺好的 我们聊着不累 就是讲了很多事情 就说事 然后观众就爱看 对 我发现也是 后来我接受采访 也给可逗了 我经理人 原来不是记者吗 就我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们俩还聊点复盘 就是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回答 应该怎么回答 但是不 其实是 我们没有什么限制 阿牙姐他们公司 的那个老板 她就是记者出身 很喜欢让她的艺人 有规范的 就是有创意的回答 比方说 雪芹是什么样的人 就说 我觉得她不是玫瑰花 她是山茶花 就一定要是这种 你知道吧 她一定要有这种 修饰修辞 但是她就 为什么这样说 然后她就再 栩栩展开 就是这个 不同的访问 在不同环境下 其实你要了解 她是要 就该怎么回答 视频访问 和文字访问 它都不一样 有些包包 只有在视频中 能抖出来 非得抖吗 人家可不可能 是真正的 就是想了解你 不 反正视频啊 通常都 没那么深度 视频不要给深度 给深度 人也不爱听 大家一听 觉得有意思 随便一扯 他们设计的 好多问题 也就是让你有意思 你对艺术的理解 对人生的感悟 留着到纸媒 你再给人回答 那些 凡事都能 太爱心来看字的 人才会去想看 你得知道 受众是什么 你们碰到那种 宣传期的时候 你其实很多 就是密集的 媒体的访问 然后问的问题 都差不多 但没办法 对 那确实是 你会要求自己 每次都给点 不一样的东西 我是 我一开始 后来 给不出来 太累了 后来太累了 就是这一个事吧 我能用三种方式说 但后来 第四个媒体 我实在不知道 怎么说了 高喜剧 总有点那种 我要给点东西给你 而且要不一样 对 所以我 我为什么不喜欢钱财 就是有的问题 因为我 我要即兴 对 我不是 我当时钱财这么说的 我到录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这么说 你觉得我没有意思 我不想一样 对 我不想重复 因为以前我们公司 不是很爱搞直播吗 所以他所有的话都要 那你直播 你容易出问题吗 怕你胡说 那个年夜饭的时候 我们说话的时候 在一桌全都能听见 是 你一直在说 我给你讲到谁 我 他 周深 马迪 孟哥 周又良 就这就我们六人 没说出来一句好话来 后来就把我们 喵丢了 因为你带这个 他还 你现场又没有你的声 然后但其实播出 其实都播了 那我老自如了 我们几个 一点没意识到 也是 可那你想 那环境 大家都看舞台 那就感觉我们 因为我们想不到 这个东西会播出去 对 而且我想都这么大声了 能听见吗 结果能 咱们就点外卖了 我这刚解云南回来 又点云南菜 真是 你这么爱吃 但是云南吃的云南菜 和北京吃的不太一样 就是这种快餐 到哪都会改良 这云南菜 在北京 我发现云南菜有好几种 就有一种是 像偏向泰国那种菜 有一种是 就这些偏向西洋菜 改味的有的那个 我最近吃老香鸡 吃的不少 老香鸡真挺好吃 而且很少 便捷 对 然后小份 你就正好正好了 是吗 但是他选择非常少 就那几个菜反正 而且便宜 就是你自己 如果想吃很多样菜 啥啥都有 小碗菜 对